教育部致力完善对青少年的教育制度,逐步实施相关的措施,以便推进我国的教育发展。教育部希望我国的教育未来可以占据东南亚的领先位置。 张燕群在出席马拉公益大学中国文化日的活动上发表这样的谈话。此外,我国希望继续通过马中互相相信和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开拓更多双方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机会。 当天出席该活动的还包括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和马拉公益大学副教长达多妈妈·阿斯莱卡辛教授。